这个男人一脸惊恐 墙壁里竟然砸出一具尸体 样子十分鲜活并没有腐败 诡异的事 没过几天 这个男人便发疯了 而其他工人也都上吊自杀了 这件事很快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根据知情人士爆料 这栋房子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鬼屋 已经相继有不少人离世 当地村民十分害怕 请来法力高强的林婆进行做法 只见桌上摆好供体 林婆正在起舞做法 伴随着锣鼓喧天 嘴里还念念有词 他用法器割破手掌 却不料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还没等林婆反应过来 就被拖入了一个空间里 灵力高强的林婆一时间着了道 被控制着拿刀刺入自己的身体 最后关头他抓住花名册 这可是包含鬼屋关键线索的真相 将最关键的一页质给带了回来 其他人看到林婆生死都惊慌逃走 而这座宅子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鬼屋 时间来到四年后 2002年 林婆的儿子小帅经过几年的学习 终于小有所成 他决心前往鬼屋 为自己的母亲报仇 小帅先是脱关系 要到了母亲当年留下的证据 原来在1990年的时候 这里的管理员突然发疯 打死了一个住户后 就上吊自杀了 从那以后起 就有住户陆陆续续的自杀 直到1998年 施工队发现了墙壁的女士 自己的母亲前来做法被害 带回来的线索就是当年的住户名单 也就是说90年里的住户里 就一定有鬼魂作祟 只是这页纸的记录并不全 为了找到鬼屋的真凶 他带着祖传的法器 一个能够穿梭时间的手表 准备回到1990年 在房子还没成为鬼屋之前 调查清所有的真相 小帅现在门上写下符咒 这样一来就不会有恶鬼逃出去了 紧接着前往二楼 却在墙壁上发现一个写手印 他将自己的手附上去 大小正好吻合 仿佛手印就是自己的 一切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按计划小帅来到了管理室 进入房间后 里面俨然成了一个废弃的杂货间 小帅认真寻找了一番 果真就让他找到了花名册 在找到与母亲留下对应的一夜后 还没来得及高兴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响声 紧接着门锁转动 门就被打开了 可里面却空无一人了 原来小帅早已经偷偷躲在柜子里 透过门缝隙 发现外面的办公仪转动 仿佛有人坐在上面摇曳 突然 椅子朝着他的方向停了下来 小帅只得关紧门缝 可这时外面却传了一阵声响 像是铁锹拖动地板的声音 不一会儿房门又自动地关上了 小帅从柜子中出来 总算是舒了口气 他开始跳动手表 准备回到过去 殊不知 96年的今天 又三个年轻人闯入了这里 而这三个年轻人的到来 竟然直接影响到了彼此的时空 一轮血月当空 传说每当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开启阴阳两界的通道 三个青年偏偏不信邪 拿着相机来到著名的鬼屋探险 他们分别是没头脑 不高兴还有小美 就在他们看着月亮正正入神时 屋顶的门突然被关上了 不高兴率先跑过来 却发现门把手怎么也打不开 顿时他就不高兴了 小美则是过来试了一下 一脸无语地看着不高兴 门轻而易举地就被打开了 只是开门的瞬间 一阵阴风吹过 他们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 在一个房间门前停了下来 突然被一股奇怪的声音吸引 小美一高人胆大 直接冲了进去 他们也很快便跟了进去 被风吹得呜呜作响 此时不高兴意识到了不对劲 这里四周密闭并没有风 这个墙纸又是怎么动的呢 此时眉头脑却发现了异常 因为相机里的小美看起来十分奇怪 小美不信邪地接过相机 对着相机看了起来 三人立刻被怪异的镜像吓呆了 丢下相机立马就跑 一路来到空旷的地方的时候 小美突然站在了原地 身体突然扭曲快速往前冲 不高兴吓得蜷缩着身子 原来小美只是报复他俩丢下他就跑 故意吓他们呢 不高兴此时发现相机不见了 不过却是再没勇气进去拿了 其他二人起身离开 没头脑待在原地 他实在是舍不得丢下心爱的相机 结果就在他踏入走廊的时候 里面却传来了小美他们的声音 原本下楼的小美二人 却突然出现在了走廊那一侧 就在这时不远处竟出现一道人影 却突然朝他们跑来过来 这可把三人吓得不轻 撒腿就是猛跑 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鬼打枪 他们无论怎么来回跑 都是在二楼的房间 终于再一次上楼后 来到了一个出口的位置 而此时原本门的位置却没有了门 而是一些奇怪的字母符号 就在他们想去顶楼看看 有没有其他出口的时候 楼梯里传来一阵声响 紧接着一个人影出现 三人立刻又逃回到二楼走廊 这时小美面前的房门突然打开 他竟不受控制般走了进去 不高兴一直敲打着房门 而没头脑好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只见他缓缓抬头 一滴黑色不明液体滴在他脸上 接着一坨液体 没有了中间 等到小美回过神时 他才发现自己出现了在里面 怎么也打不开出去的门 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阵声响 墙上的砖石接连掉落 里面则有一张人脸正在注视着他 他退到墙边紧闭双眼 然而声音却戛然而止 等到他再次睁眼时 那张恐怖的脸已经出现在他面前 随后更是有一只手 将他拽向了床底下 等到小美醒来时 一把刀在他面前晃悠 那张恐怖的脸附身轻语着什么 小美立刻吓得大叫起来 这时却被一只手捂住了嘴 原来是小帅出现在了这里 那么为什么他们进来这么久 到现在才相遇呢 这个男人简直太丧心病狂了 不仅一直家抱自己的女儿 更是将女儿狠狠飞向墙壁过去 却不小心误杀了女儿 为了掩人耳目 他假装女儿失踪 印发了很多寻人启事 不仅妻子被瞒在鼓里 更是把女儿的尸体藏在一面墙里 只是当时的女儿并没有死亡 而是晕了过去 就这么活生生地被闷死在了里面 长期以来积攒的怨念 竟让他化成了一只厉鬼 所以他操控了管理员 让他打死自己的父亲 随后上吊而亡 而其他住户的离弃死亡 也跟他脱不了关系 直到1998年 施工队发现了他的尸体 他便再次迷惑他们 让他们相继去世 童年灵婆斗法失败 惨遭毒手死亡 而这便是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电影涉及到三个时间线 为了让大家不允理物理 王哥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2002年的小帅为了替母报仇 利用祖传法器 一块能够穿越时间和阴阳的手表 来到1990年 想要调查事情的原委 而1996年有三个青年 为追求刺激来到这里探险 却意外在血月当空 进入了阴界的世界 时空却在这时发生碰撞 使得身处90年的小帅 遇到了96年的小美一行员 等到他们来到一处大厅 看到了之前消失的伙伴里 他们立刻明白了 这时厉鬼的圈套 他已经被控制了 于是小帅去引开了他 不高兴则是拿到了钥匙 却在这时候想要自己逃跑 他把小美关在了里面 幸好小帅及时赶来 一脚把门踹开 这时不高兴却举止怪异 拿起喷漆在墙上一顿喷 小帅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对 在一听自己的手表 才发现他们几人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死亡了 不高兴却在这时候动手 厉鬼蛊惑他 只要杀了其他人 就把放他离开这里 否则就一直困在这栋楼里 一直陷入循环 关键时刻小美清醒过来 帮助小帅解决掉了不高兴 自己则是哀求小帅能帮他解脱 因为小帅驱魔人的身份 才能够帮他超度 可还不等小帅下手 小美则是被拖入无尽的黑暗之中 小帅来到房门前 念动咒语想要回去 可无奈却一直陷入循环 怎么也离不开这扇门 终于他开始意识到 原来自己也死了 而来是自己留下的咒语 使得自己离不开这里 就在他想要自我了解时 影片就戛然而止了 电影 鬼门 情节烧脑 反转又比较多 三个时间线叠加在一起 使得整部影片看起来非常凌乱 为此可能解说过程中 会有小伙伴比较疑惑 明明不同的时间段 为什么又参户在一起了 其实影片有点恐怖 邮轮循环的内容 只是拍摄相对比较混乱 所以导致会有点理不清的感觉 好了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